本港新增7宗新冠肺炎确诊 包括相隔4天再出现源头不明本地感染 患者在公司的定期检测中确诊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患者早前去过深圳 今个月初以豁免人士身份回港 确诊的44岁男人住在北角清华街 在上环顺德中心西座上班做文职 他没有病征 但就说星期二曾经觉得累 星期四最后一天上班 他工作在公司有40多个员工 会做定期病毒检测 他星期三最新一次检测是晴阳性 有11个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 他也有说有时候可能在吃完饭 就会在茶水间浪浪浪 所以我们也担心那里会不会有些高危 虽然茶水间清洁工每个小时都会去清洁 但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去千年后后用茶水间 患者近日活动包括和朋友在湾仔打羽毛球和走过两次山 行山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没有戴口罩 也曾经在松屋邨和启业邨的食肆融线 当局之后补充 患者在上个月底去到今个月初去过深圳 今个月6日在深圳湾口岸以豁免人士身份回香港 三天之后的检测情阴性 对于日前有办公室工作的确诊者 因为没有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未即时送入检疫中心 当局就说是否视为密切接触者不能一概而论 有些办公室就比较小一点 可能十个八个那些 我们都会觉得可能他们大家会密切一点 可能会容易多些共用物品各样那些 我们一般在办公室都可能 整个办公室的人都会密切接触者 但很多办公室都很大的 有些百多人 有些好像现在这些三四十人 可能都会有一些近一点距离的人 或者有时一起开会比较接触多的那些 我们都会认为那些高危一点 就会密切接触者送入检疫中心 至于6宗的输入国案 患者分别是来自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 无线电视记者陈家印报导